死期到了你,沒世紀格斯 一夜均下去,打到八,自己再打到二百 總共加上八百 擊殺 再問 《家風聯盟》剛剛更新了最新的版本 就是最新的NPC降臨可以打 沒有名的鞋骨騎士,我們馬上來挑戰,超難 這次這個副本,敵人的怪獸就不太厲害 所以只要我們青怪究竟 就應該可以輕鬆打得贏,建議用王隊 紙隊或者是藍隊有穿透的會比較好 敵人的必殺技就是打他自己三百血 然後對我們所有的人,包括我們的隊長扣三百的傷害 他每一回合會召喚三隻骷髏骨 然後再另外再召喚兩隻骷髏骨出來 所以他一鋪有五隻骷髏骨 無論如何都要留六個位置,讓他站五隻骷髏骨 如果不是場上滿了的話,我們會拿遊戲 他現在打了所有的骷髏骨出來 看到他的傷害不是很高 只要我們每一回合清到有六個空格 就不會輸 這裡用泰拳打一打一隻大佬,再清兩隻 然後再用祈福J,再清下面 我們不可以心急去攻 一定要保持有六個空格 就是我們這次副本的缺要 右招三隻骷髏骨打橫排 右下角放一隻,把他三隻骷髏骨連擊 打死了泰拳 J還有400血留下 完美的交叉陣 他這個再召喚多一隻 登場召喚骨騎士一隻 如果這樣大家可能要預錄局格 不止五個,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招登場 再多一個骷髏骨 是不是危機開盾 叫射速出來,清一下清,他變400攻擊力 不清是一定輸的 打老師 清完之後這一局安全 只要他不召喚登場多一個骷髏骨骷髏骨 如果他打不死我其中一隻怪,我就會輸 道速,還有老師都有機會死,OKOK 他打一隻中間,怎樣都會連線 應該兩隻都會死 不用了,開必殺技 全體扣300,兩隻我們的隊員都死了 下一局重新清晃這麼多骷髏骨 哇哇哇哇哇,好痛好痛,700 騎虎追,靠你了 泰拳,靠你了 哇,他完美塞住了教師,不過泰拳應該會死 最後200血,好啦輪到我了 死期到了,你,沒世紀教師 變成600,一擊軍下去 再用圖騰少女波拉 全體扣200傷害,然後我們用連擊連擊到教師身上 打600,自己再打200,總共加上800 擊殺 最難難度,通關 好帥,這隻骷髏骨 S級的,我們來看看他的技能 登場 場上如果沒有我們自己的隊員 他可以令到敵人的其中一個隊員退場 即是說他打後手的先手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必殺技扣我自己隊長300傷害 再給敵方所有的隊員300傷害 所以就不建議做隊長,一定是做隊員的 如果大家有時間也都玩暗隊的話 可以建議刷一刷這隻的滿運 如果說不知道玩什麼隊的話 白金行是最百搭的一隻 Freelance 的角色 都建議大家刷到滿運 大家有時間可以嘗試一下 不過如果打這一關,我會覺得紙隊可能會比較好 紙隊比較多300輸出的貫通型角色 好了,今天的交鋒聯盟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記得按個Like和Share給朋友一起看 還未加上門下的朋友可以按訂閱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隔離兩條影片推薦大家看 我們下集再見